好 再来看她 她不是政商名流 同时也不是演绎的巨星 不过在她今天的告别式当中 可以说是贝极哀荣 因为她是石渊阿嬷 庄朱玉女 在生前的善心感动了无数人 今天她的告别式里 各界的花圈排满了会场外 长达100公尺 特别是这些曾经受过她 照顾的码头工人 还有工人的后代们 特别赶来上香致意 还有这位曾经在采访过程中 为她的善心一举而落泪的 许孝顺也来了 奉献医生卖新自助餐 帮助穷人 世人阿嬷装出玉女过失了 最感谢她的 就是曾经受到照顾的码头工人 80岁的陈老先生 40多年前在码头工作时 天天吃阿嬷的自助餐 4号上午特地赶到灵堂 送庄阿嬷最后一尘 想到阿嬷的好 她哭到双眼红肿 不时地用卫生纸实擂 与先生双手合十代表父亲来向庄阿嬷上香致意 因为父亲曾经是码头工人 当年也受到阿嬷的照顾 多年前访问过庄阿嬷当时被感动到痛哭的艺人许孝顺 也专程排开满档的行程 南下高雄跟阿嬷道别 就是因为阿嬷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让大家都觉得任何一件事情 在人生最鼓励的时候都拥有一次的机会 感念阿嬷的善举 不少政商名流 像是前考试院长徐水德 监察院长张伯雅都到场旨意 各界送的花篮排满告别式会场 长达一百公尺 而高雄市长陈菊也特别在脸书悼念庄阿嬷 有民众留言 希望市府将阿嬷行善的公园 命名为庄猪育女纪念公园 让大家悼念 也引发其他网友热烈回忆 被称为穷人守护神 庄阿嬷的十元自助餐 已卖五十年 卖了七间房子也无怨无悔 善心感动无数人 告别式的海报上写着 不失的人有福 行善的人快乐 如同她的助人精神将永远流传 庄阿嬷一路好走 季也拆商起往远方 高雄报道